甘肃张艳势公布一例 新增确诊病例形成轨迹 甘肃发布10月23日发布 一则张艳势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甘州区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张某某形成轨迹的通告 通告称 张艳势在对甘州区确诊病例正某某密接排查中 确诊张某某为新冠肺炎病例 10月15日6点30分至15点30分在家 15点30分至17点 带孙子张A在留下晒太阳 期间偶遇张X某和张某X 简单打招呼后分开 期间四人均未佩戴口罩 17点带孩子回家 18点30分通过二楼厨房窗户 用绳子 塑料袋 菜篮子 将李某某家的生鲜奶带至家中 在无外出 与该病例在形成轨迹上 有交集的室内外人员 请尽快向所在社区单位报备 并配合社区疾控机构落实核酸检测 隔离观察 健康监测能管控措施